美国是台湾重要的两个方式 如果蔡主席有办法代表民进党到美国去传达一些台湾的民意 同时巩固两国的方言 对未来整个台湾的发展一定有莫大的帮助 我们非常支持 也祝福蔡主席行程一切顺利 这一年二三十五周年的历史和意义 台湾关系法一直是支持美台人民的关系的基础 如同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素去年所说 台湾已经赢得了世界的敬重 台湾的关系法在过去三十五年来 为美台之间的友谊 我们终于坚定了身后的基础 而这个务力也将持续展示 这次的展览不仅回顾了历史 也继续了当前美台关系的发展与合作 通过这些旧影片 史料和重大技术提示 我们希望出现过去三十五年来 美台之间的各项交流 在南台湾我们今天展触 包括台湾的安全 民族的恐怖 自由保障 人权的落实 甚至经济的发展 我们都会看得出来 对台湾帮助最大的国家就是美国 同时呢 台湾人民对美国也最感谢 也最信任 最信赖 对美国也最有信心 我们看了今天的这个展览 从1979到2014年 其实选取菊姐就是最好的代表 因为1979也就没有一点 举姐是每一条世界的寿星人 然后在去年2014年 他得到这个竞选领证的时候 得到全台湾很难以突破近台湾全票 所以由举姐的身上被看得出 美国在台湾这块国际上 民主的拱护 民主的维护 在成续身上被看得出来 他从1979年的寿星人 到去年的变花妈 全台湾最受欢迎的这支人物 也最受信赖的这支人物 那 那